为控制器MCU厂盛群 去年的营运表现亮丽 营收还有获利是同创下历史的新高 在今天盛群是举行了新春茶会 看好整体半导体业的下半年业绩 有机会乐观 盛群尽管是受到了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短期营运偏弱 而且先前推出无线充电产品销售 也不如预期 但是推出了高度整合 高性价比的32位元产品 在真无线蓝牙耳机 同时是切入了小米 还有华为的供应链 请翻过 跳个舞 这位机器人越来越夯 未来我们的家里除了毛小孩之外 恐怕还少不了这些机器宝贝吧 他们活泼可爱的模样 恐怕小孩子看了都要疯掉了 卡娃伊的胖胖造型 这台陪伴教育机器人 身兼智慧音箱 也支援AR功能 现在像是卡牌游戏一样了 对对对 因为它有影像辨识的功能 那你提供卡片的图像之后 它直接做影像的辨识 辨识完它会给你对应的 这个动物的一个名称 比如说我现在对过去咯 看它认不认识这个是什么 各种动物卡牌 AI机器人认得一清二楚 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小孩的教育良扮 不过更酷的是 未来孩子编写机器人程式 甚至可能变成必修课程 向前请这台机器人就会向前走 而这些都可以透过简单的编程来做到 而未来小孩子学写编程 也成了先进国家的趋势之一 本身它很多的感测器在里面 包含有可以侦测距离的IR感测器 还有它的一个触摸感测 你去抚摸它 它会反应 那另外它还有声音的感测 你去拍手或者是让它产生声响 它会跟着有一些互动的一个动作出来 随着感测器演算法的进步 机器人的普及程度 将会持续提升 而目前机器人可以概分为工业用机器人 以及服务型机器人两大类 工业型着重及时改善生产流程 以提高生产良率为目标 而服务型机器人可以为人类提供特定服务 而研究估计未来几年 制造业机器人传感器市场 将会有13%的年复合成长率 这是智慧新未来百花齐放的 不只是机器人 刷卡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个安全码非常的重要 千万不要随便的透露给别人知道了 不过未来像是这样的一个智慧可视卡 发卡端会在你需要的时候 才随机的传送一组安全码给你 降低被盗刷的风险 微控制器厂盛群直言 全球在物联网的应用领域拓展面会越来越广 从智慧家庭 玩具 健康良策相关的产品都在蓬勃的发展当中 而以微控制器的应用上来看 盛群目标在今年至少有两位数的增长 32位元的相关产品占比渴望拉升到一半以上 而因此八寸晶圆在第一季淡季几乎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其实我们现在是希望说晶圆厂可以提供更多的晶圆给我们 八寸从产能从去年到今年到至少去年底 看起来目前还是蛮紧的 但是我们需求的量会比我们预期的还要稍微多一点 盛群去年的营运表现亮丽 而摊开全球的MCU大厂 EFA 恩智浦以及瑞萨 在去年更罕见都出现了缺货的状况掀起涨价潮 只是2019年国际变数多 恐怕会影响整体终端市场的需求 目前半导体产业的共识 就盼先蹲后跳 在下半年重新回到健康轨道 记者杨志杰 张浩虎 海北采访报导